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21日 上一期的节目谈到上海有一个老师 因为在课堂上讲了南京大屠杀死烂者30万 这个数字是没有确切的史料遗迹的 可能少,也可能更多 然后这事呢,就被学生举报 这个老师呢,遭到了人民日报的批判 那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在湖南湘西呢,有一个乡村女教师 叫李甜甜,发了一条微博 就替这个上海被开除的老师鸣不平 他发了这条微博以后呢 当地的公安局就上门 去威胁他 后来呢,就当地的教育局就派人呢 把这个李甜甜老师呢 就给抓到精神病院去了 说他精神出问题了 把他的手机也给没收了 然后他偷偷的藏了另一个手机呢 在内裤里,所以就发了这个求救的信 通过微信,通过短信 发给几个网友 这样这件事就捅出来了 那这件事曝光以后呢 很多人是非常的气愤的 但也有一些人的对这事 将信将疑 你们觉得这事太离奇 甚至呢,还有一些人 怀疑呢,这个李甜甜老师 是出了幻觉了 是真的有精神病 但这事呢,是被证实的 因为有网友去打电话 采访了李甜甜的未婚夫 姓王,叫王先生 那个电话录音呢 有18分钟听了 根据这个王先生的介绍呢 他已经跟这个李老师 已经同居了一段时间了 李老师被抓走的时候 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他们两个人呢 本来已经计划好了 要去办结婚证的 那李老师被抓的当天呢 这个王先生是先被抓了 先被当地的公安局 给叫去问话 还指控他是强奸的精神病人 那这个李老师 是被当地的教育局 派人给抓走的 他的姑父 也是当地教育局的一个官员 也参与到其中的 然后这个李甜甜被抓走以后呢 他那个手机没电了 抽藏的那个手机没电了 就失联了 那别人都不准去找他 只允许李甜甜的妈妈 去探望他 那这个王先生 他是未婚夫 也不能去 不准去探望 还有一个网友呢 就给 湘西 当地的相关的部门 就打电话 问这事 然后这些 当地的政府的部门的官员 或者呢 说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或者呢 就互相扯皮 推来推去的 最后推到了宣传部那里 那宣传部 就说 说你要等官方的说法 说 那个县的领导 正在开会讨论 研究这事 第四呢 就是你这个李甜甜 有没有精神病 是要由先领导来决定的 那 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也没有一个 什么官方的说法 出来 当地的 这些部门 就对这事呢 可以说 就对大家的 这些质疑 批评 都是自知不理的 这事呢 如果是 隔在几年前的话 那个时候 媒体的环境 还稍微好一点 一爆出 最末 惨无人道的事情呢 肯定全国 大大小小的媒体 都会跑到湘西去 采访 调查 这事了 那网上的那些 所谓的大V 也会都会出来 质疑 批评 这事了 但是没有 这次所有的媒体 都不报道 这事 那些网上的大V 也没有一个 赶出来 说这事了 就只有 这种普通的网友 会去调查 这是把这个真相 尽量的 给透露出来 这就说明了 现在的这个 舆论环境 控制的 有多么的恐怖 甚至连几年前 都是已经远远的 不如了 那么根据 现在这些 网友调查的结果 我们知道了 这事实 已经被证实了 然后 这个李老师的 未婚夫 王先生 还有 这个李老师的妈妈 他们都不证为 说李甜甜 有精神病了 没有发现 他精神有问题了 所以呢 他是被精神病 因为 发了一条微博 还有呢 可能以前 跟这个教育部门 当地的政府 也有矛盾 因为 我查了一下 这个李老师 曾经在 两三年前 也发过一篇文章 批评当地的教育部门 就搞这种 刑事主义 然后呢 把当地的教学 工作也给影响了 当时那篇文章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地的政府部门 当时就对他是 很不满可人了 这次 就利用他发那一条 微博的机会 就把他当精神病人 给抓进去了 咱退一步说吧 即使 说李天天 精神有问题 那么 你当地的政府部门 有权利 就 逼着他 去精神病院 行不行了 这么做 可不可以呢 不行的 因为 中国有一个法律 是 关于 对于精神病人 的就诊 和收治的 规定的 这部法律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 合国精神 卫生法 里面说的是 很明白的 在 管理这个 精神病人的 就诊和收治 是分四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精神病人 自己 要去做诊断 或者 要远离到精神病院 去住院 这个 这种情况 当然不适应于 李天天 这是了 但另外一种情况 是你这个精神病人 他们已经上司的 这种 行为能力了 然后就 由 近亲属 送去 做诊断 送去住院 这是 另外一种 情况 那什么 算是 近亲属 这中国的 民法典 是规定的 很明确的 这个近亲属 包括 配偶 父母 子女 主父母 外祖父母 还有 孙子孙女 外孙子 孙女 还有 亲兄弟 姐妹 也就是说 配偶 再加上 三代以内的 写亲 所以这规定的 很清楚 那么 说 参与 把 李甜甜 送到精神病院 去的 那个 交易部的官员 说是 李甜甜的 姑父 那 姑父的话 是根本不算 近亲属的 他 连 那个 血清都算不上 更不要说 这种 很近的血清 没有血缘 关系的 所以 他根本没有权利 来决定 说要把 李甜甜 送到 精神病院去 而李甜甜的 近亲属 是他妈妈 他妈妈 是反对的 并不认为说 李甜甜 是 有精神病的 所以这第二种 情况呢 也不适用于 这件事 那第三种情况呢 是 那些流浪的 精神病人 那 由 民政部门 收治 就来历不明的 这些人找不到 他们的近亲属了 由行政部门 民政部门 就送到 精神病院去 这是一种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 更不适用于 李甜甜 这件事了 他是在家里 被抓走的 第四种 情况呢 是 如果 这个精神病人 有 自我伤害 的行为 或者有这种 危险 或者呢 有伤害 他人的行为 或者是 有这种 危险 那么呢 就可以由 他所在的 单位 或者呢 当地的公安部门 送去 救诊 收治 那 这个呢 也不属于 李甜甜 那种情况 因为他并没有 表现出 要伤害自己 或者要伤害 他人 这种行为 这种暴力的 倾向 是 没有的 所以你 当地的公安部门 他的所在的 那个机构 教育部门 是不能把他 给强行 送到 精神病院去的 所以 这个精神 卫生法规定的 这四种情况 都不适用于 李甜甜 这是 当地的 政府部门 把 李甜甜 强行 送到 精神病院去 不管 李甜甜 有没有 精神病院 都是违法的 那当然了 中国的法律 本来就是 笑话 管理什么 精神 卫生法 怎么 规定 那李甜甜 有没有 精神病 那是 由当地的 领导 说了算了 不是 要由 县领导 来开会 讨论 认为说 他有精神病 就是精神病 没精神病 就不是 就不是精神病 就把他给放了 那现在都还没放 那就是 因为当地的领导 认为他是 精神病 这种 把正常人 当成 精神病人 送到 精神病院去 或者所谓的 被精神病 这种事 不是中国的发明 以前 苏联 就老搞这事 苏联垮台之前 老是这么干 从那个 伯略日列夫 时期那时候 是干得最多的 那 他们呢 针对的 是那些 这种 政治反对派 有不同政见的人 认为说 那你敢 反对 我们党的政策 那就是 精神病人 所以 就把你 送到精神病院去 这个 并不会说 你仅仅 发一条 写一篇 什么文章 我就把你送到 精神病院去 到了 没有 就针对了 就是 这种 持不同政见者 那你天天根本就不算 什么 持不同政见者 他只是对当地的 最多 跟当地领导 有矛盾 还有呢 发了一条 微博去声援呢 一下 另外一个地方的老师而已 中国呢 以前 现在也许 还有 发生过 把正常人 送到精神病院去的 这个呢 主要 针对的是 那些上访的人 特经常上访的人 然后当地的 这些政府 就把他们 硬的送到 精神病院 去管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 曾经有过一篇报道 是上海公安局 发的通知 他说 没有公安局的 允许是不能 把正常人 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那反过来 只要有公安局的允许 那就是 可以把正常人 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但不管 这个主要 针对的是上访的人 那么 这次仅仅是 因为 写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条微博 然后就被当成是 精神病 就送到 精神病院去 倒是一个创纪 古今中外 没有过的 一个创纪 这个呢 也是 搞文字 遇到一种 新的手段 因为以前 中国 对付 这些 文字 以言自罪 的办法 文字 欲的办法 都是抓人 派出警察 去抓人 说是寻衅之事 或者呢 说是什么 侮辱英雄 烈士罪 抓起来 或者是 关那么 几天 十几天 放了 或者呢 就判刑 判个几个月 甚至呢 更长的时间 但是呢 你这个 出动公安机关 去 抓人 毕竟还要一个手续的 判刑的话 还要 经过检察院 法院 这一关的 还是比较麻烦的 那现在 如果是 派这种 所在的 机关 单位 去把人抓了 送到精神病院去 这个就简单多了 什么手续 都不需要的 说你是精神病 就是精神病 就把你送到 精神病院 给 关起来了 所以 如果 这是 不了了之的话 那么 以后 其他的地方 也都会跟 湘西 这样 跟着学了 看哪一个人 不顺眼 看哪一个人 在网上 说了 当地政府 看不惯的话 那就 抓起来 关进 精神病院 我以前说过 现在这个新时代 就是 发神经的时代 那么你在一个 发神经的时代 正常人 特别是 那些敢发出 不同声音的 正常人 那当然呢 会被认为 是精神病人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